欢迎收听财经平方After Meeting Podcast 现在录制时间为台湾时间10月8号下午1点整 本次的主题是中国拉闸限电 紧张到供应链 按下订阅后我们就开始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财经平方的Roger 今天节目一开始 先跟全台湾的听众朋友们加油打气一下 因为除了疫苗陆续到货之外 其实我们已经加领好几天了 财经平方的伙伴们也在10月初 就全员回到办公室来继续为大家服务了 相信疫情的状况会越来越好才对 上一集我们邀请到Rachel 创办人Rachel来回答几个用户的问题 其实就发现有慢慢越来越多的用户 开始透过Podcast或email来询问一些问题 我们有看到一位用户在Podcast下面留言 这用户叫做Jerry小弟 OK 他就留言就问说 我就照原文 听说中国限电会持续一段时间 请教M平方的团队 中国限电对接下来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影响 好 Jerry小弟 这一集我们就针对你的问题开一集了 好 希望你有听到 所以我们来这一集来好好聊一下好了 中国限电 我们之前在Podcast中就有讨论过中国房产的恒大危机 当下其实也有发布快报 然后让用户边听 然后边看文章 就是这样子一边听一边看文字的学习的状况会比较好 今天的主题我们一样 我们在本周就有发布了 这个主题叫做中国限电危机 能耗双控对供应电冲击有多大 问号 所以我们就邀请我们的台湾 还有中国的研究员Jet 来和大家分享 嗨各位观众 我是负责台湾跟中国股汇市的研究员Jet 好Jet 我们特别讲台湾跟中国的研究员 因为之前也有用户反正 讲好像不清楚 Jet就是也看了台湾 也看了中国 所以台湾发生什么样的经济行事 中国也要发生什么经济行事 都会由Jet来做一个整理 然后并且发布快报 好在进来之前我先问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录制的10月8号 隔天就是双十廉价三天 就是你三天要干嘛 应该就在家里帮忙 因为我们家被紧急征召回去雾电 对然后没事的时候 应该就稍微看一下 看个剧之类的 所以你也是鱿鱼游戏就对了 好基本上就是这个我们就不剧透了 我们也不多聊了 今天还是主要是聊中国限电 要进来三个主题之前 我们请接着帮我们先回顾一下 本周的行情重点吧 好这周上半场 全球股市的行情是延续了 对于上周对美国债务上限的担忧 还有中国限界等利空消息 因此全球的股位市是普遍是下滑的 那在避险情绪下 欧股啊日金 还有一些新兴市场的表现都不是太好 美元也在避险性的需求 还有债务上限的疑虑下 在9月29号的时候突破了 将近一年的整理区间 而且目前是站稳94以上 那也让部分非美货币呈现一个 比较弱势的状况 那目前台币是已经快要去挑战28块了 表现比较亮眼的板块是在原物料族群 主要是在能源的部分 一个月以来目前WTI还有布兰特原油 都已经涨了超过10%以上 那尤其是天然气的涨幅是更加的凶猛 荷兰的天然气起货在这周的周二跟周三 是每天以量20%以上的涨幅在向上的 那这也让市场开始担忧 对于通膨的疑虑 对那这个担忧也反映在了美债的殖利率上 那截至10月8日的时候 目前已经来到6月底的高点1.56%以上 那这也使得科技为主的纳斯达克 跟费半指数相较于其他美质 出现了一个比较深的拉回 但是本周下半场 其实股市又再度上演了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市场截图普遍是因为 美债上限的协议出现了一个转环 在周四的时候 目前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了 那是将债务上限延长到了12月初 对那也把债务的限额增加了4800亿美元 但这其实我在我们之前 Rion研究员的预期 也是在我们研究员的预期当中 有提过债务上限造成政府关门的隐忧 其实不太需要过度的担心 所以美股跌升的本来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那后续则是会继续帮各位观众 关注其他的几个风险 包括限电通膨 还有制造业的隐忧等等 那也会在后面跟大家详细的说明 好 有关于债务上限的部分 如果有在看M平方的10月月报 你也会知道我们创办人在引延的过程 就直接告诉你说 债务上限不过 基本上是不用太担心的 反而要来担心的就是债务上限过了之后 释出更多的美债 市场可能会有一些波动或风险 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看到M平方10月月报 在听完Jade讲的这个债务上限 现在已经延到12月3号之后 你可以快点回去回顾一下我们10月的月报 那刚刚还有讲一个重点 就是天然气涨幅确实很惊人 那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预告 M平方即将会发布天然气的专区 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天然气有什么动态的指数 你想要了解天然气该看什么样的长线的数据 我们在发布的时候会用LINE的方式 或Facebook的方式 让你知道说我们已经有这个新的专区了 好今天的节目分成两个主要的主题 第一个我们先来聊聊中国限电 充斥的新闻版面 那最重要的两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个部分我们来聊聊限电发生的 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经济面的影响是长期还是短期的呢 那对中国经济或是说台湾的供应链影响大吗 最后呢我们把近期用户的一些问题做一个回答 我们就开始进入主题吧 好马上开始进入我们第一个主题 这一开始我就先念一下新闻好了 中国发改委发布能耗双控的通知 各地方政府开始加大限电 限产的一些政策 那影响了中国很多的工业大省 包括了台湾供应链为主的一些省份 甚至有限制到民生用电的情况 我们先很快的解释一下 Jet什么叫做能耗双控 好其实能耗双控 这个概念其实不是今年才有的 早在2015年的时候 在中国的五中全会上就已经提过要开始做能耗双控了 那简单来说就是政府要开始节能减碳 那要迈向清洁能源 各地政府的话 每年的能耗强度跟能耗消耗 都要有一个限制跟目标 执行的状况也会被列入各个地方政府的绩效品量中 那能耗双控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年你是要控制单位的GDP能耗 第二个的话就是控制能源消耗的总量 所以如果这两个指标有一个不达标的话 就可能会被列入红灯警戒 在根据之前中国发改委公布的一个上半年能耗双控的情余表 其实可以看到有19个省份被列入了警戒区 那也就是为什么9月的时候会有许多地区开始加强限电的措施 我们在JET发布的快报里面 在第一张表就告诉你说 哪些的情余表的状况是怎样 哪一些省份现在是处于警戒的状态 那为什么是被警戒的 所以如果你现在在看我们的快报 你就直接看第一个表 里面是有点多 所以点图放大来看了 好 那我就要接着问了 这个限电措施跟中国12月 就是去年12月开始禁止澳洲的燃煤进口 是有关系的吗 其实也想问的就是说 中国是最大的煤的生产国 那看起来煤是他自己家生产的 为什么会搞到电好像不够呢 其实经文都有在报 就是说是不是因为去年底的时候 对于澳洲进口煤的影响 然后导致了现在的限电 我觉得是有部分的关系 但其实你说要说是 我觉得是不是主要的影响 因为其实澳洲煤的进口量占比 其实并不多 以2020年的数字来看的话 澳洲煤的进口量只占了 中国原煤产量的不到3个percent 哇好小 对所以其实看可以看得 从这个百分之一 可以看得到它的影响不是很大 那中国又作为全球第一大的产煤国 其实他们的燃煤都是 基本上都是自产自销的 那主要供给地就是来自 山西内蒙古跟陕西三个地方 这三个大省就占了全国大概70%的煤炭产量 但之前发生的一系列矿灾事故 让他们的矿灾矿区的安全检查变得更加严格 然后还有能源领域的反腐调查力度 在今年又被加大了 加上环境保护的部分 因为要朝碳中和跟碳达方去发展 煤炭的去产能压力一直以来都没有被减少 而这些原因都是让中国最大煤产区的产能 受到了许多的压抑 对 那这样子听起来就是 是政策影响碳的产能 那在需求部分又有什么样子的推力 需求部分其实也可以看到 因为今年全球的经济强劲的复苏下 其实全球的外贸活动是相当的活络 那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 中国也是拿到了不少的出口订单 那出口的表现也是相对于其他的经济数据 是更加亮眼许多 也加大了沿岸地区的制造业 他们的用电需求 我们如果看到1到8月的全社会用电量年增的话 目前是来到了13.8个percent 对 另外一个部分是气候的部分 因为今年中国南部的异常高昏 也使他们的民间用电出现了大幅攀升 那平常其实南部地区 他们是可以靠水电去做发力的 但是比较尴尬的是进入秋季之后 已经是中国的传统枯水期了 对 因为水力无法发电的情况下 只好回来依靠火力发电 但是除煤建设不均衡 加上现在运力又很吃紧 运价是高居不下的关系 北部的产煤神 其实他想要往外输出煤的动机是很低的 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 南北的燃煤 他们的供需恶化 像是湖南的电煤库存天数 甚至是降到了只有9天的状况 对 那时的 现在中国各地都有抢煤矿的现象 导致煤价持续的大涨 那动力煤的话今年是涨了超过100% 那也让煤电价格的倒挂情况更加的剧烈 那发电厂是一直在亏本发电的 如果从数据来看的话 1到8月的电力热力供应业的利润增速 他们的负增速已经来到了-15% 那这也是进一步降低发电厂发电的意愿 那又再度恶化供电的情况 也就是说其实在一系列的恶性循环下 它造就了这次9月的突发性扩大限电 也就是说原本的供需基本上就很紧张 然后库存也很低 又加上这一次的政策 什么潜雨表一推出来之后 就加大了这个力道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 我们也听到这么多的新闻 或是一些灾损的新闻跑出来这样 那我想问的是 看到很多新闻或事件都讲说 台湾企业或是中国内部的制造业 那因为限电什么限制产能的消息很多很多 你觉得这样子缺电还会持续吗 我自己觉得我比较乐观的就是 我觉得不至于持续恶化 原因是因为刚刚提到限电跟缺电的一系列原因 最主要都是来自于人为政策的影响是最大的 不管是对澳洲煤的进口禁定 或者是对东北三省的产煤能力的抑制 对于煤炭的供应是造成了很大程度的紧缩 那因此情况会不会持续恶化 就要看中国政府如何去调整他们目前的政策 其实在9月大规模限电前 就已经有地方政府开始允许电价上浮了 像是内蒙古 宁夏还有上海等地区是开始允许煤电的交易 交易电价是可以比基准价格上浮10个百分点 那用电大省广东也允许在尖峰时段的电价可以上浮到25个百分点 那这部分我觉得是可以舒缓 稍微舒缓一下目前的一些缺电压力 涨电价我就想问了 它允许电价上浮主要应该可以解决煤电价格的倒挂 然后会增加发电厂的发电意愿这样对吗 OK那还有什么样的政策开始也开始做调整 对我其实觉得允许电价它倒是其次 毕竟煤价暴涨它是一个结果 但是这次缺电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缺煤的关系 中国发稿委其实它也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在9月29日的时候就发布通知 明确表示要多渠道去增加能源的供给 包括释放煤炭的产能 还有增加煤炭的进口 跟国内的天然气产量等等 所以最近其实可以看到中国政府 它开始放宽了三大省的矿区安全规范 对然后为了试图试图是要增加煤炭的产能 甚至为了要解决缺电的危机 它高价向哈萨克进口煤炭 而且还被偷偷抓到允许了澳洲的煤炭 在中国开始卸货了 它不是禁止吗 现在情况危急 所以其实都是这些动作 其实都是希望缺电问题 尽可能在短期内赶快把它解决掉 如果挺过这个非常时期的话 其实长期来看中国的发电能力 基本上是不太会有长期缺电的理由 原因我们其实在快报有帮各位算过 就是如果只单看火力发电的部分 因为火力发电比较稳定 目前全国的火力的装载量 如果把它换算成一年的净发电量时 其实是远高于目前的全社会用电量 所以基本上只要你能确保 尖锋时段的用电 它的火力发电不会没有煤炭可以烧 就不会不需要担忧缺电的状况再度恶化 甚至也变成一个长期的隐忧 好 这样听完之后我觉得中国要执行政策 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它一方面想要达成什么碳排放 又要调节产能 但是它现在又遇到缺电了 然后又要增加产能 这样子来来往往它到底要怎么控制呢 对 其实之前有提到 中国是比较属于投资占比比较高的国家 投资占比超过了消费 导致他们这块的政策时长会有反复的现象 那也使得国家经济长期是面临这样的两难的问题 所以会持续这样两难下去就对了 对对对 好 谢谢就得跟我们讲现在限电的始末 刚刚基本上限电的原因 我们就把它分成是一个叫做政策的因素 那因为侦测的因素啊 然后导致原本供需就比较适合 然后煤价又飙涨 那煤价飙涨之后呢 那煤电的价格就到过来 也就是说我买煤的成本大于我卖电的价格 所以呢电厂发电医院当然会降低 刚刚就也讲到了 它的利润已经降了很多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经济复苏 我们怎么不管现在怎样 都还是属于全球因为疫情 现在是属于复苏的状态 所以复苏的状态用电量就大增 这也很明确 不管是在我们台湾自己听到的 或者说在美国 都会发现说经济复苏的 很多的需求面起来之后 你会消耗的就是更多的点 如果你对于图表 还是不是很了解的 你现在在我们的快报里面 你可以直接点击我们快报中的图表 你会看到两张比较重要的动态图 第一个就是中国动力美期货近期的飙涨 刚刚觉得也有讲了 然后以及中国近年的用电量 绝对只大增的这样一个趋势 好那下一个主题我们来聊聊 这样的限电对经济层面有什么影响 好马上进入我们第二个主题 我们在最新的十月月报中 其实就有提到 中国的景气循环的目前最新的落点 是在第二向线 等于是趋缓段 消费投资多个数据 目前看起来是不及预期 又叠加上最近的恒大事件 也冲击了一些 不管是房市的就业市场 中国经济看起来 好像还没有完全落底 这一次又发生了限电 这样的一个政策实施 有一些券商 就是开始下调中国GDP的预测 请问Jet 这个事件用经济层面来看 很冲击大吗 对 限电确实对于中国的经济 是一大冲击 尤其是制造业又很需要用电 限电势必会降低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这对于资本密集的制造业来讲 其实他们的毛利率 也会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冲击 但其实这是在限电措施 并没有得到缓解的情况下 要去担忧的事情 但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限电措施 多是在十月左右就会被缓解 像是广东跟江苏等多省 其实都已经开始在复工了 那要进一步恶化 目前看起来是还没发生 对 那如果我看数字的话 会更清楚 如果根据中金研究院的假设的话 如果限电措施没有在继续恶化 或者是延长的情况下 然后还有30%的生产 会受到限电影响的话 Q4的经济增长 大概会被拖累 0.1到0.15个百分点 而整体市场对于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下调 预估中值大概就是从全年8.5个百分点 调降到8.4 那也还好 对 所以其实幅度并没有太高 所以限电事件对于整个经济的冲击 并不太 我自己觉得是不太需要过度的悲观 那我们就是要持续观察 这个限电是否会被延长 按照刚刚JET 不管是用电量的 发电量跟使用的算法 或者是中国目前发布的一些 复工的状态 看起来应该不会继续延长 或是持续在更恶化的情况 那接下来我要问的是 更总经典的东西 我们听到刚刚有讲 调涨了电价 然后还有燃煤的成本也垫高了 那中国身为全球制造业上 有最主要的经济体 是否因为这样 把通膨这件事情变成长期的现象 但这样跟各国央行说 现在是暂时信号 现在有点冲突 JET 你怎么看 是我自己觉得这个几率是比较低的 原因是因为如果通膨 真的要变成长期现象 那代表今年的每一种成本 包括是运价 原物料 还有能源价格 都要再去明年再高 对 要再高一档 但这个几率我自己认为是不太大的 即使是目前的价格都处在高档盘整 通膨率也不容易维持在高增速 甚至明年中后 我还比较担心 生产端可能会进入通缩的状况 那目前的情况其实就像 2011年很像 在经历了2010年金融海啸后的强劲复苏后 机器垫高下 其实他们的经济增速也是开始放缓 那那个时候通膨也是有出现一波 比较大幅的高涨 是市场开始担忧停滞性通膨 导致年内其实美国股市 也是出现了将近20%的滑落 那其实后续可以看到 通膨就开始在回落了 也没有继续在高涨 即使是原物料价格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档的情况下 后续美股的经济动能 在他们的经济持续复苏下 其实美股还是有再度创高的 近期的股市其实可能也是在反映 经济有停滞性通膨的风险 但如果你搞清楚这个通膨 它是短期现象的话 对股市的长期反而不需要太过度的悲观 基本上我们从美国的角度也有在分析 就是通膨是处于长期还是短期的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 可能是比联准会可能在今年年初预期的长一些 但是也不会说真的变成一个 比较那么长期的一个通膨状况 不过大家还是来持续关心一下 我们最新的公布 不管是PCE或者是一些PMI的数据了 那我接下来再问的就是 中国这一波这样子限电走一波 那对台湾的电子产业链有多大的影响呢 其实跟上面一样 我认为冲击比较仅限在短期 因为这次冲击较大的 主要是在广东跟江苏设厂的台商 特别是在中国占比比较高的PCB产业 那之前市场是担心 因为限电的状况如果扩大的话 可能会对PCB的产能会有所影响 那会间接导致整个电子产业的供应状况 可能会持续紧张 那影响到下半年的出货状况 但其实目前市场真正缺的东西 其实是半导体芯片 而且目前厂商其实他们手中 还是有一些库存 可以做一些短期的因应的 如果限电真的开始恶化 我自己觉得对于半导体的冲击 也是比较有限的 毕竟半导体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战略发展产业 是他们是 我觉得他们不会用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而且半导体上下有关心又很密切 如果你卡一个的话 可能就卡到整个供应链 因此在能源双控下 被豁免的几率我觉得是比较高的 而且台湾半导体业者多数的产能 高阶产能的部分还是留在台湾的 在道路的占比其实并不高 所以相对来讲受到冲击也会比较小 所以目前供应链更大的风险 我自己觉得是不是限电这件事情 而是在Q字的时候 制造业的库存调整期 尤其是在下游消费性电子 跟零住件的部分 制造业循环这件事情 其实在Paket已经讲到蛮多次 确实是整个全球的产业链 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刚刚接着提到了一个蛮重要的 就是第一半导体 其实也算是中国 应该是全球重要的战略发展物质 所以中国不可能限电限到这件事情 它就算限可能也有豁免 第二半导体的产业现在最主要的 台湾最主要的办法体产业 基本上还是留在台湾 高阶产业还留在台湾 所以直接的影响说 高阶的什么供应什么的 应该也不至于 所以我们就认为 应该跟台湾的PCP产业 可能关系高一些 所以大家可以来 持续来关注一下 好我想回到一个一开始的问题 就是说中国 刚刚有提到 一直在推的就是 从15年就开始做能耗双控 其实不只是中国 其实现在各国都在推什么 我要绿能干净的人 其实拜登的某一个政策 也是来讲绿能 那在长期发展的 绿能发展的情况下 我们会不会一直遇到 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走绿能遇到限电 其实台湾也有一样问题 就能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现象 可能这一两年 可能还是会持续 就是每到这个季节 都会再发生一次限电的状况 因为这次的限电危机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各国政府 他们其实都在持续增加 风电水电 还有太阳能的装机量 但其实再生能源 它很容易就有季节性的问题 目前还没办法在 用电高峰的时候 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 供电来替代火力 那天然气本身 发电成本 它的波动幅度又过高 现在又更高了 对对对 现在已经涨到天上去了 对 因此其实可能每次到了 用电忘记 你可能都要面临一次 缺电的问题 这就要看各国政府 要如何在发展绿能路上 要如何提高 干净能源的稳定度了 所以我们在观察 就是绿能供电的时候 我们也常常在讲说 绿能要做的 其实是要一起搭配除能 就是我们在看到 产业一些分析的时候 通常也都会去这样看 谢谢 记得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有关于中国限电的问题 然后包含的 对全球现在经济 不管是通膨 还是对产业链的影响 刚刚讲的上面的内容 其实全部都在 A名方 在本周10月初 发布了这一篇 中国限电的快报里面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直接来看我们的 这样的快报 除了中国限电之外 你也可以来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写了 中国蛮多的一些 近期发展的一些事件 包括了监管政策 人行的一些态度 会不会降准 以及恒大危机 甚至在10月的月报里面 我们也认为 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能会加速 中国人行持续降准 为什么原因 可以到我们月报上面来看 好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主题 来到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 通常不会算是一个主题 我们就是每一周 只要有研究员 来参加我们的Podcast 我们就会有一周一图表 今天的一周一图表 当然跟中国脱离不了关系 我们刚刚一直在内容里面 就有提到中国制造业 尤其是制造业最上游 它已经在制造循环里面 已经先迈入了一个 比较中后期的阶段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的是 中国制造业PMI 那我们就请Jit来跟我们分享 这一张图表是怎么看的 好 本周就带大家稍微去了解 怎么去看中国的制造业PMI 中国的PMI其实它有分为两个版本 一个是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官方版本 那另外一个是民间机构 财新所公布的版本 那两者的差异其实在 是在统计的范围 那官方版本的话 它的调查范围 大概有3000多家的企业 那主要是以大型 中型的企业为主 那财新版本的话 它的调查范围较小 主要就是集中在 中小企业跟出口商为主 而近期可以发现到 最新的数据 两者的走势是比较分歧的 官方的PMI是下滩到了 融库线以下 而财新的制造业PMI 又是往上回到了 刚好务事的融库线位置 对 所以显示目前中国的制造业 景气其实还是处在一个 比较震荡的状况 而且目前是夹杂了许多 比较不同的短中起的因素 包括了像疫情局部性的频发 洪灾还有限电的措施等等 因为之前 郑州的部分就是 它的洪灾是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所以作为中国中部地区 最重要的 比较重要的出口龙头 其实连带影响的是 整个出口为主的制造商 那也让 因为近期的灾情减缓 也让财新PMI 又再度的小幅的脱离 衰退区间 但其实我们从 两笔数据的细项中 我们可以抓出一些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 他们的外需 都是出现放缓的 由于海外商品的需求放缓下 其实两个版本的 新出口订单都是呈现下滑的 如果看到官方的数据的话 是新出口订单是从 上一期的46.7 降到了46.2 第二个的话是通膨的压力 官方版本跟财新的原物料价格 也是都是呈现上涨的状态 那高涨的原物料 其实它除了会稀释掉 那个企业的利润以外 也会抑制制造业的生产 第三个部分的话 就是就业市场正在恶化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官方跟财新 两个版本的就业指数 也是都是呈现下滑的状态 那显示在经济不佳 还有生产被抑制的情况下 其实让企业招聘的态度 它是比较谨慎一点的 那就业不佳的情况也是会 我觉得也会冲击到后续 中国的内需消费动能 对 我们通常研究员在看 这些PMI数据的时候 我们也会去看它的细项 所以刚刚Jet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除了看 制造的PMI跟财新的PMI 是不是属于融固线的上或下之外 我们去拆开它的细项 就会发现新出口订单 原物料价格 或者是就业的指数的数据 基本上用现在的时间来看 中国的数据都还不是很乐观的 所以也要请听朋友 如果你今天听得懂了 那你就到点击我们Pocket下面的连结 你就可以去看中国制造的PMI 那甚至可以看一些细项 跟我们一起来follow 好 那今天一周一图表到这边 最后有两个用户的问题 那就借由这个机会来 Q一下 然后来answer一下 我们进行一个小小的Q&A 我就先问第一题 有一个用户 他听完我们上一次的Podcast之后 他就直接寄信 寄到M民方的信箱来 他就说 可否请M民方团队多多 针对中国印度甚至欧洲的 煤炭及天然气能源短缺 价格飙涨的问题 提供比较深入的资讯 以及对于经济通膨影响的评估 然后可以让用户 针对自己的投资现金水位者 做相对应的调整 好 这是他前面的问题 但他其实后面还有一个 是根for win 他就说 请问是否该开始买 美国公债避险的时候了 那我们请Git来帮我回答一下好了 确实目前因为 经济动能在趋缓 所以对于我们 对于股市的态度 是比较偏保守的 但其实我们觉得 目前公债 其实它因为还有受到 债务上限的影响 然后因为你债务上限增加 所以你就要 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你要增加债券的发行 所以债券的供给增加的情况下 其实会影响债券价格下跌 那也会让债券的殖利率向上 另外还有一个影响 就是目前联准会 还是在持续进行 缩减购债的状况 它即将要开始 对即将要开始 那这对于殖利率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 就是会让殖利率走深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担心 短期制造业向下的话 我觉得增加现金部位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 好一点策略 那另外的话 如果你要积极一点的话 可以去逢低布局一些 比较长期受惠于服务 跟就业的区域 对 好 谢谢Jet的回答 那我回答前面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针对中国印度 欧洲的天然气跟煤炭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天然气 我们即将会有一个专区 我们基本上 都希望是让数据来说话 所以也希望用户是跟我们一起观察 这样的动态图表 当今天有一个比较大型的事件 发生的时候 我们通常也都是会去用图表 来解释未来的趋势 跟我们对市场行情的判读 OK 那第二个问题 我要来问 这一条问我自己 就是 ETF的课程 已经在Pocket有听到 我们即将会有一个ETF的课程 那跟之前好好的15堂课的课程 是一样的吗 需要两个都购买吗 好 我这边先讲一下 ETF课程 我们现在财经平方 正在如火如土的录制当中 我们甚至我跟Jet 现在在这边录音 那其实M平方的办公室 也没有闲着 现在正在录音 那我们就是要做一个 完整的ETF的交战手折 教你怎么样做 看懂ETF 怎么样择时 在好的景气循环的位阶下 投资对的ETF商品 好 我刚刚已经讲完之后 你就会发现 总经15堂课 如果你已经有去看过的人 不管是在M平方的网站 或是好好 你都会发现 我们在讲的比较算是一个通试课程 我们用比较广的角度 让大家来掌握总经的知识 譬如说 什么叫做循环 譬如说 为什么要看美国飞农 为什么美国是以消费为主 为什么刚刚就在讲的 中国是以投资为主 投资为主的国家 我们应该要怎么看 包含了这样的知识 甚至我们讲了几个关键的图表 还有事件时的新闻 我们要如何用总经的角度去判读 这是我们最经典的内容 所以希望 如果你是想要了解总经的朋友 你一定都要去听 或者去了解总经15堂课里面 教你的知识跟内容 好 这个是讲了 就是一个广泛知识的一个学程 但这一次ETF课程是全新的 我们ETF课程 我们希望做到的事情是 你今天已经了解了 总经的知识了 你想要把你的知识 运用在投资这个行为上 你想要选择 如何做全球的资产配置 我们就告诉你 ETF不管是现在市场上的规模 还是它可以动态的去做长期 它的属性比较偏长期 而且被动投资也比较多 而且会去了解到 你要投资股会债的资产配置 全球的股会债资产配置的话 那你就可以运用在ETF这商品上 做投资 我们第一个部分 针对全球的股会债原物料的ETF 做介绍 教你怎么看得懂 全球怎么看 你要选怎么样是最适合的ETF 第二个部分 我们会把循环带入 告诉你说在什么样的循环 该做什么样的ETF的资产配置 好 这是我们ETF的课程 所以简单来说 如果你想要直接上ETF课程 我们也是觉得OK的 因为其实里面的循环 也会再深入的讲一遍 并且告诉你现在循环属于什么位阶 接着我们会告诉你 你要如何做最佳的ETF的资产配置 好 这就是我的回答 如果上线的话 我们还是会在有一个直播的课程 或是在Podcast里面 更完整跟听众朋友交代清楚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全部的内容了 好 喜欢我们的Podcast的朋友 欢迎下方留言 并且给我们无课心的评价 如果你有任何指教的话 也可以透过评价或是用email的方式寄给我们 我们都会有研究员亲自来为你回答 好 那就是我们本集的内容 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 拜拜 拜拜